经过一番分析和讲解 王龙要给年轻驾驶员做一次示范 你的你能进吧 这个两把吧 一前一后吧 差不多 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来到了 我们拖车拖板的最尾端 我们将在这儿 用第一视角来感受一下 我们王龙班长的驾驶技术 将近20米长的拖车 两把入库 王龙真的能做到吗 王班长一把就调正了方向 现在几乎就是在直着往里到了 他只是动了一下而已 这么大的一个拖 倒扣的成功率 感觉跟咱们开小车差不太多 王班长确实厉害 对于平板拖车驾驶员来说 这仅仅是入门的课目 王龙班长接下来要演示的 是平板拖车的高级驾驶技巧 在这条长约500米的封闭道路上 已经设置好了数个火堆 班长王龙要进行绕桩行进 和原路后退 这是一种高速运动状态下的精确操控车辆的技巧 车辆发动 将近20米的拖车高速前进 十几秒内 拖车已经高速绕过了多个火堆 与此同时 车体的摆动也变得越来越剧烈 因为我们这辆车缩也非常长 而且质量也非常的大 所以冲起来之后 它的动能和惯性有个非常强 强大惯性所带来的摆动 很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 但班长王龙不但操控非常稳健 而且他还在持续加速 看见了吗 刚才一下子把外头的这个火都已经卷起来了 现在我们的车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名不及时的火车 速度真的太快了 而且重量真的太大 急停过后 车辆即将原路后退 这是最难的环节 它的每个弯道的弧度 包括这个转弯角的大小 它都应该的比较非常高 我们现在车发动机 发出的跑轿声势非常大 这是车辆最快的倒车速度 庞大的车体 会放大驾驶员每一个细微的偏差 导致绕桩失败 班长王龙死死盯住后视镜 每一次转弯都必须精确 这就是王龙的驾驶水平 也是他期待年轻驾驶员们要达到的标准 也继电视频 以上是令人转发出 下车辞